KK的频道 欢迎来到KK的频道 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做这一个 就是网络非常红的烤牛腩 是的,就是宝宝可以吃的 这个非常好吃的一个甜点 就点心啦 所以有兴趣的妈咪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准备的材料有 玉米淀粉 蛋黄 全汁牛奶 白砂糖 还有cheese 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所有的材料 都加入锅内 除了cheese 然后开慢火 充分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cheese 啦 继续用慢火 需要不停搅拌 以免糊底哦 大概这个流动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倒入容器中 再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或隔天早上 之后就可以取出切块啦 再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蛋黄 还有少许的芝士碎 每一片都涂上蛋黄叶 加上芝士碎 最后就可以放入烤箱啦 烤箱的温度为200度 时间呢是20分钟 香喷喷的烤牛奶出炉啦 光看就觉得很好吃 有没有流口水啊 而且那个香味真的是太香了 而且那个香味真的是太香了 真的很好吃吗 很好吃啊 很快 很愿意 一群 嘴 哈哈哈 我是说 很好的 也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一定要打開小鈴鐺 這樣你就能第一時間收到我新影片的消息啦 想要關注我的日常不妨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喬喬的Instagram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